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剧透望明月 低头把你笑 月光光 心晃晃 真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 冰上的一对 冰上的一双 牛浪是你不向往 天堂在内 美不过你心房 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 说什么都不肯放 你是我的好时光 照常看我 赶快一步 Young lady 不停地 Batman 如果我虚里也崇破了吧 全部大哥 那�도不同 국瓜 你知道吗 我组不快这么多年了 最怕遇到这种简单的案子 我不怕手段复杂 就怕简单 手段越复杂 线索就越多 像喜儿这种案子 遇见 掐死 然后扔进河里 整个过程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难破 太难破了 平时习惯了你话多 你现在话那么少 我还真不希望 像喜儿这样 欠了死气的丫头 无亲无故 无冤无仇 连金府的门都不能随便出 身边最亲近的人 就是你了 说起来 还真是你的嫌疑最大 我知道 我看起来的确嫌疑最大 三天 我还有三天的时间 什么三天 傅尹大人交代过 如果三天之内 不能换你清白的话 就要把你押到心部去 到时候 我就变长默契了 三天 我还有三天的时间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不怕 你是不怕 都死到临头了 还不肯告诉我 你为什么说是报复要做 我不能告诉你 azzle 有吗 有吗 是 有吗 这 就是全天下的人都不信 我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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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呀 为什么 我们回家吧 我已经查清楚了 你是我孤独人 我们回家了 走 走吧 没事吧 你怎么样 慢点 没事 我是谁 哪有那么容易被陷害 是吗 那是谁这几天像安全一样被关在牢里 当着我去救呢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 谢谢你啊 长风 你信我干嘛 我也没做什么 那都是元宝 谢谢 没办法 谁叫我竟然保持天生的神补 天生聪明呢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想报答我的话 那可以 以身相许吧 不过你已经是我的娘子了 这样吧 我再想想其他的法子让你来报答 好啊 今天天气真好啊 我先走了 你可你不说吧 算什么啊 谢美 夫人 少爷少夫人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吧 慌慌张张地成何体统 娘 娘 这段时间 儿媳让娘担心了 你能回来就好了 闹腾了这么久 金家的脸面 也算是丢尽了 以后 你就安安分分地在家待着吧 不要再闹出什么乱子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官府的失职 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把我当犯人给抓起来了 我是被冤枉的 即使是这样 你也不能全然不顾金家的脸面 经过这件事情后 你追到外面 有多少对金府的议论 儿媳谨记娘的教诲 娘 这件事情呢 也不是小娟愿意的 至于金家的颜面 轻者自轻 只要找到真正的凶手 一切谣言 一定会不攻自破的 是啊 姑妈 这次邵夫人确实受了不少委屈 我一会儿就吩咐厨房 多做些佳肴 给邵夫人好好补一补 好 你去处理就行了 谢谢娘 让表哥费心了 谢谢表哥 对我的娘子这么好 只不过 表哥最近很忙吧 应该自顾不暇才对 这是文昭分内之事 理应所好 那好吧 娘 我跟小萱先下去休息了 好 你也辛苦了 元宝 回去休息吧 是 你怎么跟表哥说话 阴阳怪气的呀 你一回来就关心其他人 你一回来就关心其他人 都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谢谢你 要不是你想办法救我 我现在恐怕还在牢里面了 现在已经证明喜儿的死 跟你无关了 你当天为什么要走 现在总可以跟我解释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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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现在总不应该说 我没有什么要解释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م瞒着我 如果你是想问我这件事的话 我刚才都已经回答你了 我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不管你再问多少遍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 好 既然你还是不愿意说的话 我就不追问了 以后不许你乱想 哥哥待在我身边就好了 可以吗 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人 我不许你想别的人 好好休息 我去查案了 远邦 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你真是心情心理 这上回来总算是回来的 你听说没有 杀死喜儿的凶手 戴着一枚戒指 我还听说 刘管家最近 刚好丢了一枚戒指 我好像也听说过 好像那名戒指 就是刘管家的 小心隔枪诱儿 这大户人家是非多 咱们这些做下人的 管好自己就行了 省得把自己给搭进去 你知道吗 估计 杏儿就是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才会陪 这个的 知道什么 刘管家好 刘管家好 今日中午 夫人在偏听艳客 不能有任何闪失 还有 这单子发了这么久 有在这说是非的功夫 还不好好去安排准备 是 是 瞧啊 这怎么办 这跟那一首人的一样 就是啊 真是奇怪 千算万算还是百名一数 明天我办文室总觉得遗漏了什么 想不到金元果还是查到了这个线索 就算找到了那个戒指 也说明不了什么 谁还没个丢三拉四的时候 丢三拉四 找这个图样作为一模一样的 我速办好 是 是 来了 来了 来 今天什么风把贵室为您给吹来了 来 您喝酒 老四 究竟做得不错吗 疼您的福 对了 老家还有什么人吗 老家没别人了 就我光可一个 多亏留管家关照 才进府做点杂役 没人了 一个人好 一个人 就没了牵挂 刘管家看你做工不错 特地让我来奖赏 多谢刘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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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 没时间多了太多 我帮你早日脱离苦海 这就是给你的奖筷 刘管家 一路走好 � 好 师哥 怎么了 师哥 师哥 开门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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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来人哪 没想到少爷居然在这儿服案苦毒 这少夫人刚刚沉冤得雪 你没有多日未见 还以为你会迫不及待地陪伴佳人 表哥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别那么多废话 我听闻 说喜儿的死 好像和一枚戒指有关 是吧 我在喜儿的脖子上 发现了一枚男士戒指的勒痕 这就排除了小萱作案的可能性 只要找到戒指的主人 就能够真相大白了 怎么了 表哥那么好心 要提供线索给人 少爷还真是洞察力超然 不愧是第一补偷 我也就开门见山吧 我仪式了一枚戒指 多日未见 不知与此案是否有关 你最后见到那枚戒指 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夫人寿宴当晚吧 那天晚上我把我的戒指 放在书案之上 当我回来之后想戴上之时 就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这枚戒指可是你们柳家的 传家质宝 你天天戴在手上的东西 居然丢了那么久才发现 正因为天天戴在手上的关系 我才会形以为常 所以丢了的话也没有立刻去找 再加上从夫人寿宴 到少夫人入狱 这府里事情不断 我真的是焦头烂额 无暇塌了 直到今天听到下人们议论纷纷 我才知道事情有多重要 那你的意思是 那你的意思是 有人进了你的书房 偷了你的戒指 然后去杀了喜儿 我不是这意思 我只想说 借着好好地放在书案之上 他不会自己长腿跑了吧 至于偷盗之人 是不是杀死喜儿的凶手 这个要靠 少爷您来找 这可不太好办 每天进出你院子的人 没有上百个有几十个 照你这么说来 金斧上上下下都有悬疑了 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 我才没有贸然生争 那你可有证人 证明你将戒指摘下 没有 我摘戒指的时候 没有旁人在场 既然没有的话 你就脱离不了嫌疑 是啊 你说这天知地知我知 可你不知 你让我如何是好 此事关系到喜儿知死 事关重大 任何可疑的人和事 我都不会放过 少爷禀宫办事 都可以将少夫人下用 我当然理解 理解就好 少爷 少爷不好了 少爷不好了 出事了 干什么 从容点 说 管马的赵寺欺翘流血 死了 让我去看看 少爷不好了 我不是阿牧发现的 后来我就卡过来了 乌内丝毫不落 周明不是自杀 就是熟人所害 诸董 诸董 我的戒指怎么不在这儿呢 诸董 你把这些革命起来 这几个旁渐 就行了 我研究吧 你把这些革命起来 快起来 嘴 LISA 这些革命起来 丁某依丁某月 云云云云云 诸董 云子无云 云子无粮 以此为巨 丁某 甲乌云 深吟 赵四借胡天成 无两个意思 看样子 这个赵四欠了不少万人 会不会是欠了一批不债 才想起偷刘管带的戒指 应该有这个可能吧 他临时劲才签 你们两个这么能推理 要不你们两个还做不完 阿富不敢 辽哥 您认为这个赵四 有可能是他偷了你的戒指 难道不是吗 要不我的戒指 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少爷请想 这喜儿和赵四相继死去 有的跟财物有关 你说他们两个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阿富 去打听一下 喜儿和赵四平时有无来往 是 少爷 我这就去 这个赵四啊 真是可惜了 一时足成千古恨 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 他只是偷窃财物而已 为什么要对喜儿下如此毒手 有可能是喜儿看见了赵四 赵的全过程 这只是你的推测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人正和义正 少爷 有件事我当时没细想 可现在看来 应该跟本案有关 说 夫人寿宴里天 我照例巡逻 经过留管家书王的时候 发现喜儿鬼鬼祟祟地 躲到贾山后 当时我觉得奇怪 江家夫人来访 喜儿怎么会在这儿 所以我想去问问 可是前面又传来二殿下驾到 我只能回到前厅 再去安排安保事宜 后来 就再也没有见过喜儿了 这不就对上了吧 这喜儿看到了赵四 在我的屋里行亲 而赵四杀人灭口 气失何处 你说是不是啊 少爷 你确定 少爷 事关人命 阿贵不敢妄言 此事扑朔迷离 错综复杂 如果少爷有需要的话 随时吩咐 可要约你 操归 不能小孩 仇神 我听不懂 даже一个前方 我都不愿意 不愿意 你 但会很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不愿意 也会 夠了 还要不愿意 我们肯定 你得交睿 张晃张张地躲到甲山后 这也不合情理 你母亲来的时候 喜儿不是应该 上前迎接才是吗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喜儿的死 对你的打击很大 可是这件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我 喜儿她不会死 你别这样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 你怎么那么傻呢 连这样的事都往身上来 这不关你的事 你先进去吧 我想自己好好静一下 你母亲来的时候 你母亲来的时候 喜儿昏昏张张地躲到甲山后 晓儿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晓儿 大人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 应该是金府的下人 赵氏 他因为赌博欠债 无力偿还债务 于是偷了柳文昭的戒指 最后呢 被丫鬟喜儿撞见 赵氏铤而走险 把喜儿杀了 又将喜儿伪装成自杀 之后世界败露 服毒身亡 好 好 金普头所言极是 证据确凿啊 确凿 可是大人 你不认为这个逻辑 太顺理成章了吗 顺 顺了好啊 这顺了说明啊 这案子破了 可是大人 这赵氏的死 河边的鞋子 还有戒指的出现 我认为都是幕后的真凶 故意把这些政务抛出 一步一步 让我们偏离真相 大人 我认为此案 尚有很多疑点 不能妄下定乱 更何况 一个凶手 因为害怕事情被戳穿 而决定畏罪自杀 他怎么还会有心情 玩花弄草 这绝对不是一个将死之人 会做的事情 元宝 你这案子办得很好 此案已结 无需多言啊 大人 我认为此案尚有蹊跷 希望大人 再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一一查理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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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您回来了 一个人在这里发呆 帮我多备场 陪我留在那 谢谢 你去哪儿了 找雪儿有点事情 跟她说几句话 我才刚回来你就要出去 我去去就回来 是不是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得罪你了 还是 你在躲我 没有 小薰 我想过了 这件事情必须还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喜儿已经死了 我不能再让你留在这儿 三天后 金夫人要到陆大人家去赴宴 你就趁那个时候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回来了 那你呢 我先留在金府 你先离开这里 以后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是互换的 如果我们两个都留在这里的话 反而目标更大更容易被发现 我只要留下 至少我还是少夫人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再说 我还会武功 即使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一个人跑起来也容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独自留下面对危险 我娘说得对 我们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离不开谁 再说了 如果代价的事情被戳穿 别说你和我 整个金江两家都会受到牵连的 所以 你我肯定要求你 听众 要求你 要求你 您的贵 有些人 大家好 有些人 幸好还有你 你不睡觉看着我干什么 来 再陪我睡一会儿 怎么了 抱一下也不行 你怎么最近阴阳怪气呢 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 金少爷 不是每个人 都是要围着你转的 少夫人 少爷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了 少夫人最近阴阳怪气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阿父 有什么办法可以讨得换心呢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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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这就是仙人的 他是这么多 一个 一个 是 对 人家 我都会想到 表哥之前跟我说的所有的话 我就会觉得 心里好受许多 总之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来找我 自从嫁到金府之后 表哥一直对我照顾有加 我都没有怎么感谢你 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啊 不必客气 应该的 谢谢你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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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让我做事了 没事吧 没事吧 要女儿 作为歌物 好 藏 upon 无法忘记 有两句话 你们知道 什么话 是什么话 或者是 有个陪伴 都是个陪伴 有个陪伴 你这事 你又是什么 o 死死阿佛 那她没有让我找到楼花双 还让我摔到坑里 回去伴得啤 我跟你姓 fa 我想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少爷 少爷 你今天好帅 怎么样 帅吧 帅帅帅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跟我这么久了 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听好话 少爷 我的烟火虫抓到了吗 白痴啊你 谁犯的性工那么多 害死我了 少爷 那你抓到几只 我不告诉你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少爷放心 一切准备就绪 该叫的人我都叫上了 柳文昭也掉了吧 当然叫上了 好 那你先过去准备就备 我马上就过去了 是 去吧 人呢 阿福 把我们都叫了 这是要干嘛 不着急 不着急 少爷准备了一出好戏 马上就要上演了 这天都这么黑了 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看的 不着急 不着急 少爷马上就出来了 稍微等一下 小萱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仔细听好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不是用金府少爷的身份跟你说话 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来表达我的心意 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虽然我们俩的婚姻 并不是自愿的 但是 我很庆幸遇到你 而且 这跟你是江府千金的身份 也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你是你 我知道你不喜欢金府繁复的生活 以后你想去哪里 我都可以替你实现冤枉 但是你要答应我 你只能待在我身边 不可以离开我 这些萤火虫 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喜欢吗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是问我喜不喜欢你是吗 我当然不喜欢你了 小萱 你当我眼睛瞎了 难道我会不知道 你有多爱我吗 金元宝 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我喜欢你 就算你没有说过的话 如果我以前有什么地方 让你误会了 我现在跟你说抱歉 但是 我不喜欢你 我不相信 你傲慢自大 看不起任何人 一张嘴就伤人 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凭什么要喜欢你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就是这个样子 是 你骗我 你在骗我 就算你骗得了我 你也骗不了你自己 我拜托你以后再也不要做 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这会让我很尴尬 是不是因为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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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宝 别告诉我 是哪 你是不是因为她 不是因为她 但也不是因为你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少爷 袁宝 少爷 袁宝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这么做就是何苦呢 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下 你放心 我没事 少夫人 少夫人 哎 你有没有看到少爷 没有 看到少爷人了吗 没有 顾先生 顾先生 找到少爷了吗 没有啊 这样 你去找王强马忠 让他们赶紧去找少爷 跟着他 别让他出事 好好好 我这就去 小萱怎么这样啊 下午不还好好的吗 女人心还比真 你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那我叫他 快点啊 快点啊 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